第三个大运流年的属性 大运流年的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大运流年 其实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为什么呢 时长迷迷是你的用神 可是却是来了以后 时长出现追运连连 时长会有这种情况 时长会有这种情况 那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各位你要先了解一件事 其实动态的这个部分 其实动态的部分就是大运 还有流年 这个就是什么 他时长会导致一种现象 他或许是你的一个用神 可能在传统学上他是你的用神 但是各位毕竟他是动态的 那什么叫动态的 就是时长会怎样 一下子在 一下子不在 所以他就会产生的现象 他就会产生的现象 让你一下子好 一下子不好 他会产生这种现象 所以各位你都会知道说 其实在五行派来讲 他们你们教学五行派 你们都会知道 没有整年好运的 也没有整年衰运的 大部分好坏各一半 只不过我们人通常 遇到衰运的时候哇哇叫 遇到好运的时候 总是满眼睛长在头壳上 这是我应该的 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各位动态的部分 他会有时在时不在 因为他会不见 那我们要先了解 那我们要先了解 大运 大运这个东西 他是会被流年管 大运这种东西会被流年管 那流年这种东西 各位 他会接受两个地方的管制 我们要先知道八字的一个排列 本命大运年月 这一边是静态的 这边是动态的 大运由年来管他 年可以管他 虽然他也可以管年没有错 他们两个可以互管 但是他也可以管他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上一次我们有讲过 比肩遇财必破财 那就是在大运流年 因为他们两个是可以互管 他们两个可以互管 但是通常都是由流年管大运比较多 但是大运也可以管流年 他们两个互管 所以流年他就是由 他就会有两个 由月来管他 他也可以管月 但是流年会同时接受月 还有大运两个管他 所以我们常常跟你讲说 流年这个东西 他本来就非常的不稳定 因为他会接受大运管他 他也会接受流月管他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各位你就会知道流月这一个位置 流月的这一个位置 他是非常的不稳定 他非常的不稳定 毕竟大运就只有一个人会来克他而已 就是流年而已 但是流年同时会接受大运 还有流月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时常会跟你讲 流年的一个属性 流年的属性 有两大属性 第一个 流年本是凶 为什么我们都会把流年当作凶 武尾熊你好 哎呦我 为什么我说到凶 武尾熊就跑出来 妈的 武尾熊是我的技术 要滚蛋 武尾熊太凶了 所以流年本是凶 为什么流年我们会把他当作凶 因为他真的很容易受克 要嘛大运来处理他 要嘛流年流月来处理他 所以流年本来他就不稳 流年本来就不稳 再加上各位 我刚刚所讲的 你们对好的印象比较深刻 还是对坏的印象比较深刻 你们对哪个比较深刻 你们对好的比较印象深刻 还是坏的 各位 通常是坏的 好的你很就可能高兴一下就忘记了 对坏的印象会比较深刻 所以一般我们会把流年当作是坏蛋 流年当作坏蛋 所以你就看一下你的流年 他走什么运 流年走什么运 那个运你就要特别特别的去怎样 注意要不要解 流年走什么运 就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 毕竟来讲 各位 毕竟来讲 流年不是什么好东西 跟无尾熊差不多 不是什么好东西 离他远一点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 因为他流年本是坏 所以我们常常讲 你的日主不要出竿 那出竿 出竿在哪一个位置 当然就是流年 所以流年这个位置确实有够烂的烂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无尾熊他就是个流年 有够烂的烂 无尾熊是流年 这以后就是我们的暗号 对不对 无尾熊是流年 就知道了 快要注意 所以 这两个 你是假木日主 就要特别注意 对他头发是盲法都属木 假木就要特别注意 假什么年 乙木人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乙什么年 所以像今年 润饮年 那各位就是 润润水日主的人 要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他毕竟来讲 就很容易会产生日主授克的像 他就会容易产生日主授克的像 因为流年本是坏 他才不管你里面有几个润水 两朋友姐 因为我说过了 流年他具有什么特质 流年很坏 对不对 流年很坏 他坏在哪里 要死就大家一起死 这是流年的一个特质 其实这个特质 大运也有 大运死掉 他也会拖着其他的字 所以流年跟大运 其实都有这种的属性 流年大运都有这种属性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动态的一受伤 那很严重 动态的一受伤很严重 你头拉骨的全部 润 哎呦 又想想也是润 帮我看一下 今年 润营 现在是4月30号 你要注意一下 05月 05月 6月6号 到7月7号 6月6号到7月7号 破财流月 要特别注意破财流月 那还有 日主授课什么时候 我看一下 日主授课 日主授课 登登登登 勿生月 8月8号 一直到11月5号 丁日主还好 丁日主不用 丁日主 那丙日主的 注意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丙日主的 任日主的 破财的月份是6月6号 到7月7号 那日主授课的时间 8月7号到 任子月 那就是12月7号 到12月7号 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那来讲 丙火日主的 你假如是丙火日主的 请你注意一下 6月6号到7月7号 日主授课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在八字里面 这一些都是动态 其实八字会有吉凶的产生 吉凶的产生 就是因为五行流通的变化 那五行流通的变化 他只会在两个位置上产生这一种变化 那就是大运跟流年 因为你的本命根本不会动 你的本命是一个被动的情况 所以他一定是由大运流年进来产生的变化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这三个属性 这三个属性当中 大运跟流年 他们有共通的第三属性 所以大运死掉 其实他也是会拖一大群人一起死 那流年死掉 他也会拖一大群人一起死 只不过说大运来讲的话 他没有像流年有前面这两个 所以你假如是甲木人 你甲木大运 他不会有事 这不叫 他虽然也叫粗竿 但是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假如是甲木日竹出现在甲流年 各位这三个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在流年的这一区块里面 他就很凶 他就很凶 所以各位你们要了解到 大运 大运来讲的话 就只有第三个要件 流年的话 这三个 来不了点 流年的话 这是这三个 所以各位 你们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 这个是一个简易的 简易的方法 这是一个简易的方法 所以各位你们要注意 这是一个简易法 所以流年本世兄 今年的流年走什么 你们就要注意什么 走应运就注意应运 走财运就注意财运 我看一下我今年走什么 我今年走官运 今年走官运 没差 我官运反正就很烂 所以各位 那你今年走什么运 你们今年走什么运 走笔捷运 差评 哈哈哈哈 输信中走财运 财运不得特别注意 我妈的CA走财运 会高兴一下子而已 以后应运而已 应运 应运还好啦 这就是简易的看法 各位 批八字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真的学 学会他的所有的理论 你只要知道怎么看就行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知道 在批八字的时候 人家学了好几年的八字 结果你竟然用这一句话 就把他抵消掉了 乌尾雄 那妈的乌尾雄走应运 也不见得他有多多有气质 没办法 因为流年本世兄走应运没气质 正常的 你的财 你妈妈的你没去追财 没有去追求财 你就准备等着破财 所以各位有的时候 你们可能学八字 学了几十年 可能还比不上一句话 各位 学了几十年比不上一句话好用 这个就简单的批命了 你今年什么 你今年什么就是什么不好 硬也代表的 睡眠会不好 跟妈妈煮的不好 或者妈妈的身体会出问题 或者是你家的房子冬肉 稀肉 对不对 都有可能 什么时候不好 我时常教你们 什么时间他是不好 把口诀打出来 流年本世兄 那流年本世兄任义天干地支 他发凶的时间 什么时候 登登登 这一阵 这流年发凶的时间什么时候 流年本世兄 他也不是整年都凶 发凶的时间 何克定吉凶嘛 对不对 何克定吉凶嘛 兵任何物嘛 第一支呢 尹亥和生嘛 这三个都是哦 妈的 吴伟雄 他妈在聊天室 开车 老司机 来